臨床護理是否很可怕 舊臺灣師大血汗工作裡面 護理人員是第一血汗 你們為什麼會選擇他 高中就有接觸相關的科系 再加上覺得出來 一方面是會有穩定的工作 會讓自己有一種成就感 會有幫助別人 就是會覺得內心跟經濟 都會有幫助 從慈激護專畢業的黃思佳 一方面歡迎學弟妹加入護理行列 一方面也告訴大家 學習之路可能的坎坷 重症實習的這時候我被當掉了 可是我覺得在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所以後來就算那個臨床工作之後 我就一路是走的是急重症護理 其實對護理是越做越有興趣 有兩個小孩的黃思佳 鼓勵這群五專四年級的學弟妹 有些夢想可以從興趣角度去發揮 成為紓壓動力 我們其實都很害怕去臨床之後 會被學姐點或是學長點 但是聽學姐這樣子講 有更加信心 因為學姐說 人生是一場麻松 不是一個白米沖刺 學姐今天有分享說 如果有困難的話 可以找同事啊 或者是老師學姐說的 我覺得對我幫助還滿不錯 因為我有時候會找不到就是 那個心情訴說的點 慈濟教育體系的易得日 讓學生們在課業之餘 有更廣的新世界 大愛新聞知識 美智宮柯德貴柯仕中花蓮報導